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都要好好的 你们可都要保重身体 今天这期节目是跟健康有关系 跟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先聊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巴塞罗那办事 那时候是夏天旅游旺季人很多 可能当时是在人最密集的地区 一个不小心跟谁擦肩而过 可能他身上带的东西 就进入我身体里面去了 然后第三天我就开始发烧 那一段时间真的感觉生不如死 连续两个星期 我就讲过自己的感受 没有畏惧 舌头一天再往都是麻麻木木的 然后过了好长时间才恢复正常 那段时间我天天趁着做节目 真的是要死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跟其他那些羊不羊的人比起来 其实都是相似的症状 当然了大家请放心 我不是全真教的教徒 我不是全真教 这点大家放心 有些话咱们不要明说 咱们就隐晦着说就可以了 先聊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做个影子 来聊聊国内 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是一些现象 或者说很多人猛然之间才发现 这种事情细思极恐 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 声音我就关掉 我就给大家念好了 这是在形台式 这些天在农村有种怪现象 50多岁的去世特别多 然后这边都怎么说的 有网友说 我刚过50岁 然后脑梗血栓 高血糖 高血脂 突然扑面而来 可我还有10年才退休呢 刚过50岁 还没拿退休金呢 那如果说在这10年之内突发意外 这多亏啊 是吧 你能够给你的子女留什么 有人举例啊 气腹的 累腹的 冤枉腹的 绝望腹的 怎样都有 你说这一连串的死 美国那部电影 死在西部的100万种方式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 这里有一位故乡的云地点显示是在河南 我们村都快成寡妇村了 五六十岁的男人死了好多 不知道咋回事 有人说是饮食问题 生活问题 有位河南网友说他自己的亲身感受了 我也53岁了 感觉头老是晕晕的 也不知道哪一天会走 有时候想想啊 走了就去享福去了 活着遭罪 死了是解脱 自我约束 酒烟色自律 远离女色 真爱生命 你身体锻炼好了 你适当的沾一点也没事 压力最大的60后70后 上有老下有小 别说60后70后了 80后90后 压力也很大呀 有江西网友留言 癌症患者特别多 是什么情况导致这样呢 黑龙江的网友留言 其实比穷更可怕的就是有病了 急症还好 就怕慢慢的这么人干等不死 自己还下不了手 穷点喝粥晒晒太阳 挺惬意的半死不活活着真难受 然后江西网友留言 今年上半年好多男的都走了 有北京的网友留言 我47了 玩命的在北京开地地 6点开到晚上11点赚700元左右 不太会跑 会跑的千八百应该有 晚上跑不动了 应该有好多人和我一样 就在车上过夜了 底层人的心酸水肿还能撑多久 然后有安徽网友说我老公是干工地的 我每天都心里安慰他 还叫他不要太累 有事干就干 没事就休息 爱上哪玩上哪玩 我可不想老年孤单 所以他快60了身体特健康 就坏了几颗牙 甚至说有网友悲观的表示 我也准备50多岁走 估计到时候养我的也不在了 我养的人也不需要我了 这是一个多么这么凄凉的留言 之所以聊这么一个话题 是我也关注到最近这半年 好像很多人都走了 就拿我认识的 以及大家也听说过的 比方说华勇 其实我跟华勇在2015年那个时候 我们就加微信了 我一直都没有跟大家说 我也不想说谁蹭谁 因为我跟华勇之前有一些理念不合 这些话题就一直都没说 其实我们在2015年就加了微信了 我也一直关注他的动向 但是去年加拿大出意外 人走了 人都走了 死者为大 是非功过 就暂且不论了 那么提到华勇还有谁 董建标 提到董建标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董瑶雄知道吧 董瑶雄的父亲就是董建标 也死了 这是大家知道的 还有谁啊 李文 歌手李文 也年纪轻轻啊 得病 抑郁 也死了 看到这么多人去世 我就不得不警惕起来了 有时候吧 看那些官方的数据啊 说什么日本人平均寿命高 说什么西班牙人平均寿命高啊 台湾人平均寿命高 但是怎么我认识的这些人都这么年轻人就没了呀 为什么呀啊这个答案不能说呀自己慢慢细品啊 在这里只说事实啊啊 纽约时报咱们引用官方媒体的新闻啊 权威官方媒体的新闻 纽约时报说的啊 不是我说的啊 去年12月8日中国彻底解封之后 复告就越来越多啊 之前我还念蒲 给大家道歉啊 自己是活到了 也得学到了啊 死亡人数几周内猛增 两个月内就有40名学者去世 当时我刚做节目了 而且将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 都是那些学校学院公开的啊 这不是造谣啊 这都是引用官方媒体的信息啊 然后呢 卧外界已经关注到 疫情松茫以后 进入2023年以来 官方的复告明显风波 有时候同时复文超过20起 但除了学者密集死亡不写死因外 很多青壮年警察密集死亡也不报死因 近期有警方背景的微博认证账号 金顿封碑 发布了21天内10名青壮年警察 近期接二连三病逝的消息 其中8人为党人 最大的53岁 最小的23岁啊 但是死因的却只字不提 我是找到了金顿封碑的微博账号啊 因为这里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人的隐私 在这里就不给大家看出片了啊 金顿封碑的微博账号 在8月30号之前密集的发布了多则复告 有的是77年的 值班期间突发疾病 没有说什么病啊 强谬无效 死亡45岁 还有是94年参加工作的 然后也是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啊 没说什么病 然后还有70年出生的工作期间突发疾病 不幸牺牲 工作期间突发疾病 这叫牺牲吗 这也不合适啊 还有83年出生的 在现场执行勘察任务过程中 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 不幸因工牺牲啊 年仅40岁 还有一个86年的 还有个77年的 还有一个95年入伍 死的时候呢 才44岁 这再往下呢 就不念了啊 都很年轻 最小的才23岁 刚刚翻那个金顿封碑的微博账号 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呀 就是死亡的呀 基本上都是比较年轻的 或者说人到壮年 还没到老的时候 人就没了 各种意外 人就没了 那在这里呢 再看看这个火化的数据啊 河南浙江两地火化遗体数量暴增 去年中国当局开始放开管控 然后各地医院和殡仅馆爆满 尸体遍地 民间称为死亡潮来临 最近网传的河南省长恒市民政局 7月11日发布 2023年上半年年终工作总结中 泄露了国家机密啊 长恒市今年上半年火化遗体 比去年增长多了78% 快一倍啊 而浙江省民政局公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 比去年也是增长了72% 这个数据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呀 有多少人走了 有多少人死去了呀 人去楼空啊 那在这里是不是大家要警惕啊 说到人去楼空 这一点都不夸张啊 这里是另外的一个截图啊 有人发抖音啊 说外来人口越来越少了 到处都是空的房子 一个月500都租不出去啊 那在这里我想问人到哪里去了呀 这是北京大兴啊 可能周围有一些工厂 有一些工业区啊 有些人在这打工干嘛的 但是人少了 人没了 你说他们都回老家了 咱们今天节目聊了啊 这些农村有这么多 四五十岁 年纪轻轻 人就没了 嗯 在这里啊 聊了半天 咱们聊了半天现象去 聊了半天既定发生的事实 包括官方媒体 政府的报告 都提了这些数字 那在这里大家得想了 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他妈的在节目里还不能说 没法说 啊 油管下通知了 那些话题 咱不是专业人士 咱就不聊 话题来到这里 可能大家希望我能够 说出个123 但是在这里 我没法说出个123 我只能够把这个现象 既定发生的事实 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去 思考 好吧 那两个字在留言区也不要打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哎呀 这期节目呀 我想说的可能只说了30% 有70%都是想说 但是没法说 不敢说 不能聊 不让聊的话题 你照谁说理去 那好吧 那只能够先说这么多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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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